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龙大哥热泪盈眶 一度哽咽到说不出话来 擦了擦眼泪才平复了心情 他说自己都不知道 那时候是怎么在片场里活过来的 坦言没有当年的拼命就没有今天 也没有我们成家班 最后他再次深深地居了一躬 感谢全世界所有支持他的观众 其实对于很多演员来说 过度的拍戏压力和体力的消耗 都会导致一身的疾病 成龙年轻时演了很多武打动作片 很多场景都是极具危险性的 每一部剧都是拼尽全力拍出来的 早就已经一身伤病了 如今的成龙主要经历也不在拍戏上了 而是经常做公益活动 其实这是成龙一直坚持的 成龙大概是八十年代拍片最烧钱的演员之一 在那个三千万就能买下香港一栋大楼的时代 成龙一部电影的总投资就能买下好几栋大楼 佳和电影对他也十分放纵 只要是成龙的作品 佳和投入多少钱都心甘情愿 因为成龙不仅是最吸睛的演员 他还是佳和大老板何冠昌的干儿子 何冠昌对成龙很好 这部《龙兄虎弟》也是佳和当年投资最大的电影 拍摄地点从南斯拉夫到塞尔维亚 整部电影横跨东欧大陆 佳和还请来新一城的鬼才导演曾志为 以及香港歌坛之王谭永林参与拍摄 刚刚出道的关之林也被邀请锦上添花 光是这些投资就已经超过两千多万 天中有一场戏是成龙和谭永林去公爵家做客 高大威严的古堡并不是影棚搭建 而是真实场景 古堡里的古董也都是货真价实的收藏品 传闻古堡的主人听说是成龙来拍电影 二话不说就同意剧组进入古堡拍摄 为显示出古堡的富丽堂皇 成龙还让剧组找来一头花豹跟他们搭戏 这可吓坏了胆小的谭永林 本来花豹还比较温顺 但成龙却想让花豹展示出野性的一面 他不断挑逗花豹 花豹终于沉不住气张开血盆大口 谭永林吓得腿都软了成龙的手指 也差点被花豹咬掉 可花豹越激动成龙就越兴奋 曾志伟说这种镜头太危险劝成龙放弃 但成龙说钱不能白花 于是他把谭永林护在身后 还让训兽师在看不见的地方抓住铁链 这场戏拍完后 谭永林说成龙是疯子 成龙微微一笑 其实我也害怕但钱肯定不能白花 后来成龙在电影 我是水里用了一头没拴铁链的真狮子 不得不说那时候的成龙大哥真是在花样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 当年成龙的电影《龙的心》在日本上映 日本人很喜欢成龙 所以加和让成龙去日本宣传几天 在成龙离开的五天里曾志伟独立完成了部分镜头 等成龙回来就有了热带雨林中的死亡 一跳 因为拍摄电影时成龙刚好剪短了头发 所以干爹和官昌觉得剪短发不吉利 从那之后 他就在成龙的合约里写了两条奇葩规矩 一是成龙拍戏不能剪短头发 二是成龙扮演的角色不能在结尾死掉 这两条规矩在成龙的很多片约里都提到过 后来何冠昌去世后 成龙才把这两条规矩废除 成龙的电影都是拿命拍出来的 他本人也是出了名的不要命 保险公司也想不明白成龙为什么就不能好好活着非要花式作死 当时成龙差点嗑死他乡的事 让保险公司赔了不少钱 所以当成龙响为电影中从悬崖跳到热气球上的片段投保时 国内的所有保险公司都把成龙列入了黑名单 成龙无奈只能选择国外的保险公司 好在一家没见过世面的保险公司肯上当 他们以为成龙会做好保护措施再往下跳 结果受电影剧情限制成龙几乎没做任何措施 就跳到了热气球上 幸好这次他没跳歪否则后果真就不堪设想 成龙这一跳给保险公司上了一课 从那之后成龙两个字让保险公司闻风丧胆 他很难找到保险公司投保 就算是有投保金额也要高出好几倍 毕竟跟成龙做生意是有今天没明天 成龙本人也曾经在许多电视节目中透露的 自己浑身上下几乎每一处都受过伤 忽略掉蹭皮擦伤淤青等轻伤 伤筋动骨的就基本上有二十来次 所以成龙大哥完全担得起国际功夫巨星这一头衔 下面再来看看成龙和妻子林凤娇的故事 1981年事业一片红火的林凤娇 在拍杂志《银色世界》时认识了成龙 两人目光交替 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但当时成龙并不是单身 他正在和情歌天后交往 风流的成龙还是没控制住自己的色心 对惊为天人的林凤娇展开了追求 一来二去 胆大心系的成龙很快获取了林凤娇的芳心 很多人都不理解 为什么成龙身边美女那么多 天天最后娶了看上去平平无奇的林凤娇呢 其实不然 林凤娇在当年可是美貌与演技并存 凭借过人的美貌 林凤娇与林青霞 胡音梦 胡慧中 合称台湾四美 靠着精湛的演技 他跟林青霞 秦汉 秦祥林并称为二林二秦 他可是与林青霞齐名的绝代影后 梦中情人 有美貌 有演技 也有实力 更重要的是 林凤娇还能和成龙的兄弟们玩到一块 又能忍受得了成龙的一切坏毛病 和成龙秘密交往一年后 林凤娇选择在巅峰时期西影 很多影迷都不明白 影后为何选择巅峰时期退影 1982年林凤娇宣布退出影坛 自此之后很少再有她的消息 大家都不知道林凤娇去哪了 其实林凤娇是跑到美国养胎去了 她在拍戏时 发现自己怀上了成龙的孩子 虽然林凤娇很想留下这个孩子 但是她知道成龙的性子 成龙是一个不愿意受束缚和威胁的人 因而林凤娇没有选择 偷偷把孩子生下来 而是询问了成龙要不要这个孩子 没想到成龙说要 于是在林凤娇吸引后 成龙便把她送到了美国安胎 尽管林凤娇已经询问过了成龙的意见 但成龙一直觉得她别有用心 想借孩子绑住自己 所以林凤娇怀孕的时候 成龙几乎都没有去美国看过她 平时更是连一通电话都不打 反而和小弟们在国内每天消遣 甚至连两人凤子成婚的结婚仪式 也是潦草地在一个餐厅举行 没有热闹的宾客 没有隆重的仪式 没有华丽的婚纱 直到林凤娇生产前夕 成龙才不情愿地飞往美国看望林凤娇 林凤娇在产房里带了很久都没生出来 毕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后来成龙等到饭瞌睡 索性不等了回家睡觉去了 1982年12月3日 林凤娇为成龙生下一子 取名房祖明 成龙并没有因为儿子房祖明的到来 就改变对林凤娇的态度 为此成龙还立下了规矩 林凤娇不能向外透露结婚生子的事实 房祖明在学校里也不能说 自己的父亲是成龙 而林凤娇和房祖明的身份 也一直隐藏得很好 几乎没有人知道 成龙大哥已经隐婚生子 直到成龙的干爹何冠昌去世 母子两人陪成龙出席葬礼 身份才得以曝光 但当时私生女事件爆出来以后 大哥被骂得很惨 那时候成龙想的是 如果林凤娇也骂他 他就跟林凤娇离婚 成龙早就想好了离婚的话 林凤娇拿不走他一分钱 并且他还能光明正大恢复单身 更加肆无忌惮地自由玩乐 岂不快活 令成龙没想到的是 林凤娇不仅没有骂他 而且还非常担心他 甚至打来电话 安慰他 表示无论发生什么 都会站在他这边支持他 如果有需要配合的地方 会尽全力配合 林凤娇不计前嫌不离不弃的态度 让成龙十分动容 也正是从这件事之后 成龙对林凤娇有所改观 放下了防备之心 大嫂林凤娇 无论遇到什么 都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不管大哥在外面怎么鬼混 他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后一笑而过 毕竟连私生女事件都可以忍 其他事情也就不算什么了 成龙这一生丰富曲折传奇 从影这么多来 他一路硬打硬扎 用一身的汗水和伤痛 拼出一个人生的传奇 然而他那丰富多彩的情绪 也遭人非议 使人就有多面性 普通人摔过的教他也会摔 普通人没犯过的错他 也许会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